大家看一下柯文哲 他昨天為什麼要夜訪館長 我覺得他是刻意要去釋放出 一些訊息的 大家一定要問他 兩件關鍵的事情 要不要主黨 要不要選總統 因為大家一直在講 柯文哲一定是主黨之後 才選總統 所以這兩個是連動在一起的 柯文哲向來他回答問題 他不會把話說到死 所以大家就會有 彩測跟想像的空間 果真 今天又變成標題了 我們就開始討論了 就是意願很低到底是多低 這個可能性到底有多少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他其實一直在鋪陳 他也一直在觀察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他一直在觀測 這整個社會的氛圍 跟他採取什麼樣的步驟 對他最有利 所以你看他如果 今年的三月訪美 這絕對不是一個單純 一個市長的訪美行程 這個跟他未來要鋪陳 他角逐2020的總統大選 其實是佔有關鍵性的位置 所以他是會一步一步鋪陳的 訪美之後回來 很有可能他就會阻擋 阻擋之後就可以正式宣布 他要參選2020 因為他到時候跟他所有提名的立委 跟他個人的選舉 全部都可以串在一起 當然他現在還在觀察的是什麼 就是說各界對他的支持跟溫度 有沒有持續的加溫跟保溫 所以他為什麼要去夜訪館長 他還是不斷的要讓自己有一些聲勢 因為他已經看到了韓國瑜的效應 對他來講 有某種的壓抑的作用 因為媒體還是一直覺得 韓國瑜什麼 韓國瑜什麼 剛剛我們也討論很多韓國瑜 首次的這個 因為韓國瑜今天要市政直播 所以他昨天就夜訪館長 對 所以他其實他很知道說 在網路的聲量上 他絕對不能弱下來 這是他的最強項 所以他一定要保溫 然後一直不斷的保溫 然後看其他陣營的變化 國民黨會推誰出來 然後到底這個是蔡英文 賴清德 他會不會結盟在一起 然後各項的民調 因為他最近還是有點得意 因為最新的政大有一份的 相關的民調 他又是第一名這樣子 之前蘋果是朱立倫第一名 然後這一次他又第一名了 然後他可能又覺得 如果我一直是第一名 有什麼理由不選總統 議員就會慢慢升高 是 然後他的動作 可能就會越來越積極 別忘了他現在還有戰情勢 你看現在這個戰情勢可高明了 就要分析 國內的各個政經的現況 然後還有什麼是可以加強的 這些動作都不是普通 一個台北市市長 他會去做的動作 所以他不要角逐 這個2020的大位 我想這個態勢已經越來越鮮明 至於蔡英文跟賴清德的關係 這真的是非常的微妙 我覺得蔡英文一直想要 把賴清德排除在2020 他獨立參選的這個選項 一定要盡力把他畫叉叉 所以他百般的討好 你看他之前動作那麼大 我們剛剛還在講說 他之前是不是創造一個假新聞 因為他極力百般的 為留賴清德 然後說蘇貞昌 我連問都沒有問他哪來的同意 就是說我們要請所有的力量 留住賴清德 我覺得蔡英文把演戲 演到最後一刻這樣 就是說我對賴清德 多麼的珍惜跟珍重 然後今天又放出這個消息說 賴清德是我想要培養的接班人 有沒有聽清楚了 不可能是競爭的對象 賴清德要排隊2024 學著當總統 對 學著當總統 他是接班人 所以蔡英文極力要營造出一個意象 就是說他跟賴清德不會分裂 也不會分到揚鑣 賴清德也不會取而代之 更不可能2020 賴清德就自己冒梳頭來 蔡英文所有的佈局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他是成功的 他已經成功的塑造了 把獨派想要拱賴清德的 這一件事情已經徹底把他打消掉了 所以現在的賴清德 應該是比較辛苦的 就是他自己要想 他到底要不要出來挑戰蔡英文 還是其實這一個 應該已經煙消雲 他看他的書去了 就是說他再沉澱一陣子 書看多一點 然後2024準備再起 所以現在我覺得 蔡賴之間的關係 蔡英文掌握的主導權 賴清德只能配合 所以如果新新聞這個消息 這應該是刻意釋放出